台北与市纠纷 现在看起来似乎是越来越复杂 尽管台湾渔民遭到射杀 让许多台湾民众愤慨 不过台湾政府的处理 也不尽然被所有台湾民众所接受 台湾政府现在看起来谈判筹码禁失的状态 是不是长期的外交修兵结果 而操作民族情绪把怒气转嫁到飞牢 未来又要如何维持友善台湾的国际形象 继续是我们的深入报道 拿出可能是杀人酿货的胸腔 菲律宾政府态度转强硬 从调查局到总统府纷纷召开记者会 海岸防卫队也公布自家的调查报告 说整件事情是因台湾渔船越界拒捕而起 并拒绝台飞联合调查 台湾调查小组付菲调查吃了闭门羹 台湾网友也发现 国际各大报纸 直接引用菲律宾英文新闻说法 让台湾在国际舆论上暂去下风 台湾外交部下午才想到 紧急召开国际记者会 向国际媒体挽回颜面 失措的外交谈判技巧 难道来自于台湾政府的 长期外交修兵政策 外交部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处理 的确是有点乱的方寸 之前我所说的像水母一样水破族流 没有重心没有重点没有目标 没有重要的策略 目前如果说还要再跟菲律宾来一次的话 可能我们的筹码已经上市了 外交修兵换来的 我们以前是直接在两岸论 一中两岸论交流 可是放在国际事务上 菲律宾给我们的一记最难堪的重拳 就是他把一中端上台面来谈 所以我想这个是在现在危机处理里面 马政府不得不防 那我们也要再次提醒 每一次的国际的惯例 都是在每一个事件里面去做累积的 千万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大意识荆州 网友爆料 在台飞劳等一小时买不到便当 被菲律宾媒体拿来打作文章 台湾向来自诩友善的国际形象 在台飞于是纠纷一发生后 反飞情绪高涨 甚至在媒体舆论炒作下 被放大成情绪失控的报名 酿成在台飞劳被迫承担民众情绪出口 我们政府也应该要对在台湾 对我们友好的这菲律宾人民 来给他们一些鼓励啊 打气 也应该要施出一些善意嘛 那这样才展现出我们是一个 具有文明文化的一个国家 如果说政府应该好好来处理的话 应该是平清静气下来 看一看我们到底手头上还有哪一些筹码 否则被电视的名嘴这样子带着走的话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这会让我们台湾更不能达到 我们想要看到的这些后果 先受外交事务的吴钊燮 呼吁政府冷静对待 输出手上筹码 沿你国家的总体战略 不要让关乎国家的大方向 也随着名气摇摆不定 新唐也开电视 沉浸脚装是宣台湾台北才能够到 那我们想要宣伤 拜托